记者姚月红台北报道 25岁柯信男子等三人都是桃园市知名牛排馆厨师 却加入诈骗集团担任取款车手 为规逼警方查气 还以主厨上菜 今日定位不多 明日晚班而已 食材少等讯息互相联系 警方寻现歹人 寻后依诈其罪嫌宋办 警方调查 柯南等三人无刑案资料 均为桃园区知名牛排馆厨师 今年1月出京游说 陆续加入诈骗集团担任车手 三人就像在厨房一样分工精确 由25岁柯南负责取款 21岁陈南负责把风 25岁张南担任司机 由于三人默契十足 合作取款迅速 担任车手才两周 即得首约新台币200万元 三人如接货集团上游派工时 更相互用LINE以主厨上菜 今日定位不多 明日晚班而已 食材少等讯息联系 以规避警方查器 台北市警方落实斩首行动 车案持续清查 辖内ATM提领热点及器部车手 根据监视器掌握车号及其行踪 昨晚兵分三路 前往G提科 张 陈等三车手到案 查扣行动电话等 赃证物 三嫌到案后 工程每日可获取约4000元薪资 比起担任除事实好赚许多 才下海担任车手 燃烧改后 获悉将面临刑事责任集聚而明示赔偿 均感懊悔不已